贝尔婚礼被推迟,未婚妻需要时间解决好家庭问题和恢复体型7月22日训,黄马球星贝尔原计划在今年夏天举办婚礼,但是她和未婚妻的婚礼可能会推迟,因为她的未婚妻爱马,打算先解决好家庭内部的问题之后再举办婚礼。 贝尔与未婚妻爱马黄马球星贝尔在今夏没有世界非任务,她原计划和自己的未婚妻爱马完成婚礼,结束他们两人多年的爱情长跑,然而据英国媒体《太阳报》报道,贝尔的未婚妻爱马打算推迟婚礼,据来自贝尔家庭的消息原称,爱马希望能够先解决与自己父亲之间恶劣的关系。 爱马的父亲之前曾经因为诈骗案被驳入狱,不过现在已经被释放,目前爱马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很糟糕,这让他们家庭内部的气氛非常紧张,爱马对于推迟婚礼的决定感到很满意,因为这能够给他足够的时间解决家庭问题。 爱马加利的消息连告诉《太阳报》,现在家庭内部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,他们希望能够在婚前解决完这些问题,贝尔和爱马依然非常相爱,但是他们必须要在婚前把家庭安定下来。 除此之外,爱马也希望推迟婚礼的决定,能够让他在生下贝尔的第三个孩子之后恢复体型,以更好的状态与贝尔完婚。 请不吝点赞 友谈 пов Competitio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